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造谈树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心灵工坊的新书 书名叫做文化幽灵 作者是Samuel Kimball Samuel Kimball 他是一位心理治疗师 而且他是一位非裔美国人 也就是我们般认定的黑人 而且他是在美国南方的歧视背景底下成长 早年他虽然并没有察觉 肤色差异所造成的社会阶级 却隐约感受到有一种难以辨识 又无所不在的价值观 如幻影一般一直飘荡在他的生活各处 于是促使他展开了对于这本书的主题 也就是文化幽灵的深入探索 在这本书里面 Kimball他运用了CGYONG 也就是融格的情节理论 发展出本书的核心概念 那就是文化情节 来强调潜意识无意识 在文化层面的运作本质 Kimball他同时也就透过了精神分析跟团体理论 聚焦在集体阴影 集体创伤的待见传递 还有社会苦难等等的议题 并且指出身在这些架构 也就是身在 也就是受到文化幽灵围绕的我们 是如何对这些现象 竟然毫无察觉 因而会被这些文化幽灵所控制 Kimball他就特别提到了 融格的情节理论 是他在50岁的时候到了非洲才出现的进展 在前往非洲的这趟旅程 融格所发现的是他存有的理由 他的神话 或者是有关人类生命的目的 以及有关他自己的生命 作为意识创造物的目的 关于二十世纪早期欧洲跟非洲之间的殖民关系 融格把他失落的世界 用这种方式来予以描述 融格就说 透过科学的理解方式 我们的世界里失去了人性 人类在宇宙当中感觉到孤立 它不再融入大自然当中 也失去了自然世界里的情感参与 即使这对人来说 至今还是有着象征的意义 但雷声 当你听到的时候 你不再觉得那是神的声音 闪电也不是神复仇的武器 河流里不再存在着精灵 树也不再代表人类的生命 蛇也不是智慧的化身 山里也不再隐藏着大恶魔 万物 包括石头 泉水 花草 动物等等 都不能跟人说话了 而人也就无法喊万物对话 人不再拥有 能够让自己认同野兽的丛林灵魂 它跟自然的直接沟通 永远消失了 产生的情绪燃亮 也就沉入到了无意识当中 从荣格的描述里 可以听见对于过去的那样一个 还有神话 人可以跟大自然直接对话的 逝去的世界的渴望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已经听到了 看到了荣格的文化忧郁 在20世纪的精神分析 跟分析心理学描述当中 欧洲国族的次性子体建构成为当代的一方 那对应的是另外那边 原始的被殖民的他者 自动被殖民他者的想法 表现出对于黑暗大陆 也就是在非洲 有一群人没有开化 原始没有实践观念的幻想 在精神分析的影响底下 荣格把他对于连接感失落的关注 选择放在内在 而不是外在的政治上 尽管荣格也认为这是集体的失落 这种对于个体内在的关注 表达了历史上对于特殊性和内在性特有的经验 而社会学上就立足在工业化跟都市化的现代历程 而更进一步的 就使得家庭的历史在这种状况底下变得无可理解 个体的社会条件和它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纯粹只是理论性的 对社会促成 内在繁盛生活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 这些先决条件 在现代的环境当中 现代的生活里都被忽略或者是失敲了 荣格在1925年非洲之旅 他亲眼看到的早期移民遗迹 一直到今天 仍然以一种文化情节的形式 存在于许多人的集体无意识当中 在这里Kimbo他就引用了非洲作家Wanana 他有一篇标题叫做 如何描述非洲 那是讽刺的短文 指引了一些方向 他就说 哎呀 如果你要描述非洲 标题当中一定要有黑暗或者是Safari等字词 另外次标题应该包括 刚果拉影子等等 第二呢 绝对不要在你的书封上 或者在书里面放上精心调整过的非洲人的照片 还有在你的文章当中 要把非洲当作好像是同一个国家来看待 另外要确定 你充分展现了非洲人灵魂深处 是如何拥有音乐跟节奏感 那还有一些竞技的题材你要记得 比如说日常的家居场景 非洲人彼此之间的爱情等等 你的非洲角色要包括赤裸上身的战士 也要有忠诚的仆人 还有战卜家 另外有预言家 另外还要加上火出影视光芒的古老的智者 当然还有现代当代的腐败的政客 无能的一副多气的导游等等 一定要呈现饥饿的非洲人 那个非洲人她的身体近乎赤裸的在难民营里游荡 等待西方社会给予的怜悯 那这个女性她怀里孩子的脸皮跟肚皮上都有苍蝇 而且她的乳房偏平又虚空 还有糟糕的西方角色要加进来 包括保守党内政部长的孩子 包括了南非阿菲利家人等等 另外要把动物当作非常复杂的角色 如果你不提到非洲有灯光 读者们会望而却步 另外要提到有落日 非洲有一片广阔的天空 宽广的空间 非洲是一个由着宽广空间的地方 书的最后一定要引用曼德拉所说的 某些关于彩虹或者是文艺复兴的话 来作为结尾 这当然是讽刺的 其实也就在于提出 现在在一种逆转的情况下 西方人对于非洲会有的一些刻板印象 那Kimbo就说 我认为荣格前往非洲的旅行 是受到荣格他自己和渴望和乡丑 这两个元素之间的关系而驱动的 主要是他跟失落之间的 希望能够找到重新连接 不论是个人或者是在集体文化层次上 而他的旅程表现出他跟文化忧郁之间的关系 Melancholia 忧郁是一种情绪状态 在这种情绪当中 那是事物失落之后 随着时间回归心灵的生活 这失落没有被同化进来 如果将荣格的渴望 视为是潜在的Melancholia 忧郁的映照 那么就可以这样描述 当前我们跟欧洲的关系 失落的体验 是有着一定的连续性 跟荣格所体验而表现出的失落相比 现在在美国的African Americans 非裔美国人仪式当中 有关失落的关系 就揭露了非常不一样的旅程意念 两种不同的跟失落之间的关系 两种不同的忧郁 一种是黑人的 另外一种是白人的 Gimbal接着就提到了 August Wilson 他的一出戏叫做海洋宝石号 Gen of the Ocean 那是2006年的一出戏 描述了20世纪初 美国城市背景底下的黑人生活 这出戏的核心人物 是一位有着强烈鲜明特质 而且这个时候 已经活了285岁的女组长 他回忆 从乘坐奴隶船开始的这趟旅程 从非洲出航 途经中间航道 那是大西洋三角奴隶贸易当中的一个阶段 数百万被奴役的非洲人 经过这条通道 被强行运送到美洲去 一直到21世纪 这个200多岁的女组长 她在美国的生活 这出戏 她的情节环绕着 一个叫做Citizen Barlow 这个人 她的救赎之旅 由她来展开 她的阿姨 她的助手 带着这个Citizen Barlow 踏上了一段 可以洗尽她灵魂之处的旅程 这一趟像是萨满之旅 像是灵魂之旅 前往了白骨之城 Wilson就描述这座城市 说这座城 大概只有800公尺长 800公尺宽 但这就是一座城市 是由白骨所建成的 像珍珠一般洁白的骨头 所有的建筑 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白骨做成的 我看见她了 我去过那里 我妈妈住在那里 我的一位阿姨 三位叔叔 都住在那一座白骨之城中 那是世界的中心 总有一天 所有的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人们从无到有 建立了一个王国 他们是那些 没有能够成功 飘扬过海的人 他们就坐在这里 他们说 我们来建造一个王国 我们来建造一座白骨之城 白骨之城 是没有能够得到救赎者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那些在灵魂方面 没有能够在 洪雪水域两边的法老王之间 成功堵坏灵魂 人们可以听见 来自于白骨之城的声音 就如同美国哲学家 Conor West 他所说的 这是从黑人文化的根源当中 所听见的 既不是一个词 也不是一本书 也不是一座建筑纪念碑 更不是一份法律材料 它是一份乌厌 和痛苦的身影 这种乌厌 与其说是为了寻求帮助 不如说是为了要回家 这种痛苦身影 与其说是抱怨 不如说是为了要得到认可 比如说在John Cotrin 他的Saxphone的独奏 或者是Billy Harlan当中 都是用艺术的形式 转换跟美化了 这种乌厌和身影 威尔森在Gen of the Ocean 就让这位阿姨说 人们的舌头在燃烧 他们的嘴伴随着歌声 燃烧起来 而水是无法浇袭他的 前往白骨之城的旅程 并不抽象 是一趟日常旅程 为了要救赎 阿里森在小说当中 这些不被看见的人们 其实也就是这些文化幽灵 这些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受到歧视 受到边缘化的African Americans 非裔美国人 他们的个体性 多样性 意识性 以及人类尊严 用这种方式 遭到了无根 无名 无家之苦的人们 永远都在前往 或者是寻找 白骨之城的路上 这时 用这种方式 作者Samuel Kimball 他写出了 他其理性分析 又非常抒情地 写出了 美国黑人 非常独特的一种 精神犹豫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后来继续聊 收听台北电台 让你的生活更知性 心灵更满足 我是赖生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去收听 杨造短书 本节目与台北公电台 FN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他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心灵工坊的新书 书名叫做文化幽灵 作者是Samuel Kimball Samuel Kimball 他是一位美国 African American 非裔美国人的心理治疗师 在这本书当中 他要去碰触的 是经过了 荣格的理论 来探索究竟什么是 藏在美国黑人心灵底下的 一种文化幽灵 这些文化幽灵 如何影响了 像Kimball他们这样的人的 潜意识无意识 他特别对于 荣格的作品 选出了 在荣格群集第十卷 书名叫做 《文明变迁》当中 有几篇文章 他说 我了解这些作品 让荣格 招来了许多的批评 被认为 这些文章当中 内涵所谓 反犹太的意识形态 对条顿民族的神 叫做 Vodan 的彻底的 高度的认同 对亚利安尔 无意识的兴趣 对犹太人文化 缺乏敏感度 以及这些论文的观点 所造成的错误理解 没有公开的表示抱歉 等等 但是Kimball认为 这些文章的力量在于 他们提供了一种 面向更宽广的 文化层次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 深途心理学的领域 几乎全然缺无的 荣格开装性的作品 一直都很有价值 可以帮助我们 更深刻的理解 集体事件当中的 心理力量 他的作品 也是我们学习 集体情节本质的 基本入门 但即使是 荣格本人 也无法免于 这些集体情节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其中的一篇 当代事件论文集续演 第二段的开头 荣格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 大瓦解的时代当中 然后这段话的中间 他接着说 如果人远离了 这场骚乱 那么发生在他 时代当中的灾难 就只会从远方 传达到他的身上 而他的个案 会陷入无法被倾听 无法被理解的 苦痛当中 在这段话里 荣格和他在 这一整个系列当中 许多文章的态度 基本上是一致的 他诉说的时候 所表现出来的 热情跟情感 不只是来自于 自己对于集体世界 投入的分析理解 也来自于自己的心灵 受到了他当时 正在探索的文化清洁 和阴影议题的影响 即使是在今天 在我们的时代 这些论文 依旧为我们 对于群体的阴影历程 或者是用 荣格更习惯的说法 集体的阴影历程 所进行的探索 提供了原型的基础 为了要创造出 临时的舞台 借此来反思 Handerson他所说的 文化无意识 这些规律性 他说我要集中在 荣格的这篇文章 叫做灾难之后 荣格所谓的灾难 指的就是 希特勒在二战 以及二战期间 所制造的Holocaust 大屠杀 大灭绝 以及对于中欧政治 和文化结构 相当大程度的破坏 包括破坏了 德国自己的文化 而在Kimbo 他所经历的 那是911的大灾难之后 尽管仍然有许多 有待我们以后继续理解 而且在规模上 相当不同于Holocaust 但依然有着 荣格所无法预见的特殊性 但是Kimbo认为 荣格在1945年 他所面临的大灾难 跟我们目前 仍然有待思考的灾难之间 的确存在着一种共鸣 荣格从心灵的太古 无所不在的形式 来思考心灵本身 并且以这个作为他的触发点 所以跟随着荣格的脚步 就可以将群体的原型部分 视为必须从中提炼出 文化情节理论的 prima materia 也就是原初物质 作为探索的出发点 Kimbo认为 个体的心灵 连同他的渴望 本能 意向 幻想 非理性等等 是源自于 奠基在 血缘的 Libido 也就是 原初欲望之上 其他人类的世界 作为人类 我们依赖这种需要 并且跟这种需要 共生连接 我们需要感受到 自己是有所归属的 是被抱持的 并且获得 参照群体的尊重 这个团体 是我们相干的他者 所形成的 而且我们个体的身份 认同 就是从这里 发展出来的 尽管我们可能 随着成长 开始以个人的方式 去意识 所谓的原型 跟个人无意识 但是透过 人间关系体验的媒介 心灵 因此得以成为 心理的现实而存在 我们的文化觉察 是惦记在 众群体 如何同时解释 个体体验 和原型体验 荣格在 《当代事件论文集》 这本书里面 对于集体阴影的探讨 是透过他在 日尔曼个案的 无意识当中 所注意到的干扰 而左手进行的 他认为这些干扰 不能归因于 个人情节 他注意到 某一些特定的 神话主题 例如说 Voldan 例如说Dionysus 和神话象征 整体上的增加 这两者都是 涌现至 也有助于流传 这种以 情绪 原始 残忍 动荡 为特性的 情感场域 荣格辨识出了 一种 日耳曼心灵 这种心灵 特别容易受到 Archetype 原型 想法的支配 是围绕着 具有魅力的 领导者 当然在现实具体上 也就是希特勒 所组成的 而希特勒 就变成了 这些力量的化身 体现了 新秩序的梦想 荣格对这种心灵 他所给予的诊断是 因为大量的 本能产生 聚变以后 所带来的苦难 身为医生 以医生的身份 荣格认为 这种聚变 是一种 无意识严重补偿 所产生的症状 是意识的疏密态度 所引发的 补偿作用 造成了结果 因此 机体阴影的历程 比比皆是 表现成为 暴力的 残忍的 而且呢 是具备有 破坏性的行动 虽然这些行动 是由 意识形态 跟政治局势 所触发的 但因为缺乏着 心理的平衡 这些行动 就更是 深深扎根于 无意识当中的 原型干扰 荣格用集体 这个字 collective collectivity 是指 所有的这些 心理内容 都不会只属于 一个人 而是属于 许多人 属于社会 属于民主 甚至属于 整个人类的 这种探讨的优势 在于 它用心理的方式 解决了 集体的问题 为我们 用分析的方法 来处理 心灵的文化生活 提供了 强而有力的起点 以荣格的观点来看 集体阴影历程的产生 就如同 个人阴影形成的 历程是一样的 透过了 族群 种族 宗教 还有 国族群体里 那些跟群体的 基地理想不一致 而遭到了 压抑的 各种不同的元素 而今开始 回归 而产生的 更具体的说 当荣格 侦查着 这热慢心灵的时候 他明白了 这些被压抑的元素 是 赫尔曼人 所忽视的 精神理念 他的本能部分 就赫尔曼心灵而言 荣格认为 这些被压抑的部分 是暴力 很异端 是透过 对他早先 所谓的 金法野兽 金法野兽 是太阳的 父权的 英雄的理念 在那里面 对应的被压抑 而产生了 无情的阴影 而无疑是 对这一切 加以认同 所以产生了 而对于 Kimbo来说 身为美国人 共同的 集体历史当中 有很多很容易 就可以看到 集体阴影的例子 例如说 重要的黑人作家 James Bowen 就呼吁 要面对 纯真意志 如果能够 无所畏惧地 环顾四周 就能够迈向 身为人类的 更巨大的黑暗 20世纪 以及20世纪以后 那些看似 无止境的暴行 野蛮 兽行 残酷 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 Semason Power 在他的著作 叫做 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 来自地狱的问题 美国语 种族屠杀的年代 他记录了 在20世纪 至少有6起 主要的 种族屠杀事件 1915年 土威吉人 对亚美尼亚人 难以想象的计划性屠杀 前面已经提过的 1940年代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 1970年代 红色高棉 所造成的柬埔塞大屠杀 1990年代 萨丹布森 对于伊拉克北部 库德族人的作为 1980 1990年代 塞尔维亚人 对Kosovo 的Kolosha 穆斯林 信众 还有Albanian 这些人的迫害 另外有 1994年 Lwanda的 种族大屠杀 1948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防止其层次 种族灭绝公约 这项公约 基本上禁止任何政府 对某一个民族种族 或宗教群体 进行全面 或部分的毁灭 而美国耗费了四十多年 才批准同意 加入这项公约 为什么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难道 以美国开国元老的思想 作为基础的美国民主 没有关于 人类尊严 跟高雅的基本道德责任吗 代表人类 口头上承诺 反对其他政府的行为上 不也惦记在 这些尊严跟高雅之上吗 在回应这些受诅咒的暴行 美国为什么会如此 犹豫不定呢 这样的犹豫 难道不是 对于深渊当中 映造的阴影 加以拒绝承认的一种形式呢 这就是 荣格所提出来 我们不能够 看表面的暴行 我们更要深入地去看 潜在的无意识当中的忧郁 以及无意识当中的阴影 那就是文化幽灵 而这本书 Semio Kimbo 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探索历史 历史感觉上已经过去了 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历史所造成的伤 已经都痊愈了 但是其实历史的这种伤口 很多时候 它就转型而变成了 我们无意识当中 生活当中的幽灵 伤害了我们的精神 变成了我们集体 精神分析上面的 种种问题 这本书 书名叫做 文化幽灵 介绍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